1985年,15岁的杰森·卢炳同Andy Gavin这两个游戏狂热爱好者一拍即合 决定以各自的卧室作为办公室成立了果酱软件游戏工作室 此时,谁也想不到这家要啥没啥的游戏工作室日后会成为名震天下的顽皮狗 杰森性格外向善于交集,简称社交牛逼症 Eddie则是一个爱独处故外编程的宅男,简称社交恐惧症 两个的分工很明确 杰森除了构思游戏典龙及美术设计外还需要去寻求资金 所以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杰森安利同学们偏来了 啊不,是借来的第一桶金200美元的巨款 来作为他们正式开发第一款游戏疯狂滑雪的经费 结果不出所料,他们的第一款游戏爆死了 自古英雄豪杰多挫折,这点小挫折自然打击不了他们 他们加大投入,再接再厉于两年后推出了一款在迷宫中寻找出口的游戏梦想地带 没错,这游戏自然也爆死了 此时,两人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毕竟三年过去了,他们已经骗完了作为所有人的零花钱 而这三年他们毫无建树 换瓜哥视频做三年还这副半死不回的样子肯定也接受不了对不 就在他们放弃做游戏准备去工厂拧螺丝时 一个贵人出现了 EA早期创始人Trap Hawkins 当时杰森抱着垂死人打的心态寄了一盘游戏拷贝给他 而从这个拷贝中,Trap看到了他们两人的潜力 于是找来这两个年轻人 只除了他们游戏为啥卖不出去的最大原因 就是两人的游戏制作理念实在是太过于随身所欲 开发方向全凭自己兴趣 于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两人去制作自己真正擅长 而非单纯喜爱的游戏 此后他们的第三款游戏 盗贼新手应运而生 玩家扮演一名小偷 目标是窃取所在城市的金库 游戏系统包括冒险、战斗和合成三个部分 游戏方式采用半计时制 在当年不可不畏脑洞大开、想象力满分的游戏 于是他们的第三款游戏火了 卖了两万多份 你们别嫌少 80年代游戏市场才多大 独立制作人能卖这成绩真的属于很牛逼的存在了 这款游戏也奠定了他们之后几年代游戏风格 拥有粗色的画面 灰鞋的角色设计 同时还具备粗色探索性的动作冒险游戏 成为了他们的标志 之后几年时间 他们分别在MD和3DO上推出了 《力量之环》和《战时之道》这两款游戏反响都不错 算是赚到了第一桶金 同时也迎来了公司的第三名成员 一条叫摩根的宠物狗 公司的名称也因此变更为顽皮狗 但是此时哥们俩感到创作陷入的瓶颈 他们的游戏尽管已经有了些成绩 但总体还是属于不温不火 想再进一步必须改变突破自我 那时他们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使用环球互动的副总裁 游戏的传奇人物Mike Sonny 此轮精通日文曾经在世家任职 制作开发过弹出台及索尼克等多款名作 现在也在索尼担任首席技术主管 PS4、PS5系统构架和手柄设计也是出自他手 很多第一方第二方大作都有他技术支持的身影 Mike和他们一切如故成为了自交 并且经常在游戏开发领域上指导他们 经过多年的打磨累积 使得那时顽皮狗开始脱胎换骨 等待下一次爆发的奇迹 而不久之后这个奇迹就到来了 1994年年底 索尼带来他们的得意制作PS1高调登场 这台当年拥有着世界最强3D能力的游戏机 震撼到了顽皮狗 哥们养家一条狗 一致同意在PS1上制作一款全3D游戏 它的名字叫古霍狼 作为他们的第一款3D游戏 顽皮狗自然碰到了同行们一致预见的问题 如何将2D游戏机制引入到3D世界里 当然他们确实没有做到 马利奥64那种定义3D游戏机制的创新 这件只能说公母帽实在是天才 但是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一套新银机制 将3D游戏90度呈现出来 并以后方视角进行游戏 这一快30年的设计理念 至今很多手游还沿用着 可见其经典程度 于是1996年8月31日 古霍狼彻底火了 最终全球狂买682万套 媒体常常把古霍狼和马利奥放在一起 视为3D游戏领域的标杆 凭借它对比同时代的马利奥64 在图像拼华和场景中央性方面 古霍狼略选不足 但是丰富的色彩 以及充满细节的雨林效果 无疑更胜一筹 这时赚到第二桶金的顽皮狗 也随之扩献成30多人的 中型游戏工作室 意气风发 1997年1998年 古霍狼23强势登场 这场做制作品质上更进一步 销量也都轻松突破了700万套 是那几年PS上最卖座的游戏之一 此时顽皮狗无疑达到了 他们事业第一个顶身期 但是1999年 一个转折出现了 丸皮狗刚制作完古霍狼赛车没多久 拥有游戏版权的环球互动 决定将古霍狼系列 卖给威汪迪娱乐 从此丸皮狗彻底告别了这一系列 而这一系列走向末日的同时 丸皮狗也开始由顺转衰 经历了第一个地谷 索尼在PS1时代 靠第三方得了天下 同时也意识到 自身游戏开发能力不足的问题 毕竟PS1时代 索尼搞出过 社交英雄传 龙奇传说等诸多BOSS的 第一第二方游戏 PS2时代继续补偿自己的这一短版 于是由已在索尼工作老朋友 麦克牵头 丸皮狗很快就由索尼达成了 被收购的协议 从此丸皮狗也算考工上岸 有了正式编制 由于失去了PS1时代的 招牌游戏古霍狼 导致索尼集出一个新的IP机箱物 来对抗红绿帽子的侵袭 于是PS2上的丸皮狗新作 杰克与达斯特可以看作是 古霍狼的精神续作 并且因为有了索尼爸爸的晶圆支持 杰克与达斯特可以说是 各方面都进化了很多 瓜哥当年一玩就闻到了精神的味道 格局明显不一样了 与古霍狼相比 这部游戏拥有一个真正广固的3D世界 炉火纯精的无缝连接技术 精力点的角色组合 所谓的动作设计 以及大量幽默元素 尽管也有收集任务之类的毛病 但仍然获得了高度评价 虽然最终效量364万 只有古霍狼世界的一半水准 但还是个让双方满意的成绩 于是索尼爸爸再接再厉 加大了投资 杰克尔硬使而生 受当时大火特火的GTA启发 杰克尔也有着像GTA那种特大开放性地图 并且还有个类似GTA的中心城市 不仅异常庞大 还有着各色各样的居民 飞行车甚至军队 穿梭在城市间热闹非常 爱戴对比一代 肉眼可见的更烧钱了 但是项量却继续下滑到278万 索尼爸爸还是没放在心上 认为可能是这些玩家不行 于是再次加钱让玩皮狗搞出了杰克3 这部拥有着三部曲中最长故事 最佳节奏 设计最复杂的游戏 竟然最后只卖了185万套 到此 索尼对把这系列打造成新一代机箱物的努力 彻底死心了 2004年 玩皮狗引领了公司建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杰森和Andy两位创始人不干了 可能是耗费最大心血的杰克和Dust3 成绩不如意 也可能索尼爸爸逼得太紧 两个人一并推出这一手创办的玩皮狗 这无疑对于这一家规模不大的工作室 是个重大打击 此时Everwells和Kristoff-Balistra站了出来 这两人的性格完全是杰森和Andy的翻版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加上从劲底动力跳招过来的Amy Henning 新一代的玩皮狗三巨头组合诞生了 而他们三人的第一款作品遭到了当头棒贺 2005年推出的杰克X战斗赛车 以最终55万的销量惨难收场 是玩皮狗正式改名以来的最差成绩 这一部作品可以说是玩皮狗这家公司 为了走向了风水岭 毁灭海域重生就在此一举 Ever敏烈地捕捉到 杰克系列高开地走的最关键问题 并不是因为游戏质量出了问题 是整个市场走向已经改变 跟随游戏主机迭代的一批玩家已经长大 大家不再亲昧卡通风格的人物设计 也印象了蹦蹦跳跳的游戏模式 市场流行的是射击游戏 而对比市面上大量的第一轮车设计游戏 第三轮车动作射击游戏 这个市场无疑是个真空地带 于是鸡精四座的神秘海域德略克宝藏的粗儒 也显得水到菊成了 那时的PS3近况艰难 早期的几款独占游戏表现都不佳 不少人已经开始怀疑起PS3的技能 尤其隔壁战争机器的出现 已经让大家开始有了PS3技能不行的印象 而正是神秘海域的出现 无疑给索尼打了一剧强行针 甚至可以算是救命针 一代尽管以现代眼光来看 确实略显抽操 但在当年 他除了堵住了大家说PS3技能不行的嘴外 在交出484万销量的同时 还让索尼看见了靠图战游戏翻盘的希望 随秘海域二代作为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 内容最复杂的项目 可以说是奠定了顽皮口在业界标杆的地位 无论是令人惊叹的雪地效果 室外逃云般的香格里拉 还是对游戏节奏的高超把握 以及精湛的故事叙述技巧 顽皮口在内容和技术上的表现里 都达到登峰造极 顽皮口那时的革命性和创新性都不在其游戏操作玩法上 而是其游戏模式和展现方式 那就是真正的将游戏电影化了 而且不是暴雨那种互动电影类的极端 是一种更为平衡的状态 所以不管PS3PS4时代 你安利一个从没有玩过游戏的人去玩游戏 推荐顽皮口的游戏总是最稳的 就算你朋友对游戏不感兴趣 都会感叹到这游戏做得真好 像电影一样 神秘海鱼3尽管口碑有所退步 但仍然是管非常优秀的3A大作 销量上甚至比爱戴还高了点 光PS3单平台销量都接近700万 算上各种从事版估计有上千万了 此时怪猜尼尔·扎克曼在顽皮口中展露头角 是他和前顽皮口总监布鲁斯·全安利 共同创造了最后的生还者 这人可以说是顽皮口的销和 成也是他 败也是他 顽皮口为啥再次跌落神坛 那就要从他开始说起 尼尔是个以色列犹太人 在去美国上大学前并没有接触过游戏 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顽皮口 从底层程序员开始做起 因为小时候他并不像我们这种 从小伴随的游戏长大 有狠腔游戏情节的 所以身为白者的他 在游戏制作方面 他模拟学习的对象不是游戏 而是各种当代电影电视剧 这一点从他历年的访谈中可以看出 别人举例都是从哪个游戏中得到灵感 他说的全是电影是电影 从上述经历也可以看出 你要作为编剧的思想累积 并不在严肃文学和戏剧的理论里 游戏节长大几千年来达成的共识 哪些不能做 什么是雷区 他肯定也不清楚 这或许为他以后完全放开手找 全力输出时 引发了灾难 埋下来隐患 可能因为有布鲁斯在旁制衡 尼尔在《生还者》的首部作品中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性别政治倾向 两人配合得很完美 当然DLC中布鲁斯有所放手 尼尔还表现出一部分 但毕竟是DLC 造成的影响不是很大 到《神秘海域4》 经历过的老玩家应该会记得 当年宣传《神秘海域4》 尼尔说过 这部作品将是《神秘海域》系列 最黑暗的一部 它会震撼到让你们合不拢嘴 但是等最终游戏发售 大家玩了后 觉得尼尔当初吹牛逼了 最后还不是大完美结局 剧情也没啥黑暗 其实这是因为布鲁斯 最终把尼尔剧本改的 所以要是没有布鲁斯在旁控制他 高尔夫球2 现在可能叫高尔夫球4 倒贼末路 德雷克被高尔夫球棒活活抡死 想想就刺激 苏利文坦白 这么多年没结婚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gay 这么一想 尼尔果然没有吹牛逼 所以等制作最后 《神秘海域4》20日 布鲁斯已经退了下来 尼尔已经成了公司总裁 此时已经没人知道了他了 《神秘海域4》中 他被压抑很久的东西 一股脑的抖了出来 你们印象中 美国这个国家 是不是很自由很开放 什么话都能说 什么事都能干 错 大错特错 美国也和大多数国家一样 很多话和事情 是不能公开说或做的 他们称之为政治正确 除了这些 你不能公开说黑人的坏话 不能公开反对 同性恋等等 最基本的问题外 瓜哥今天要说个游戏相关的 就是很多人有个疑问 为啥欧美游戏的女主 越来越丑 在美国 女权活动是很猖獗的 以至于到如今甚至有点扭曲 游戏作品里 使用漂亮女性这一点 错不到了他们 他们认为 凭啥漂亮女性 才能代表女人 你们是在歧视女性 物化女性 让女性沦为男人的玩物 所以但凡你游戏里女主 有一点漂亮 那你就等着不断被举报吧 数不清的官司等着你打 因此尼尔在最后生化者2 做了无数政治正确的事情 并且把因为自己年幼 被高尔夫处困 打过的心理应用 也一并加了进去 你看我作品多么伟光正 女主同性恋 恋人钟东一 朋友黄皮 种族大龙和万岁 为了美国红脖子们高兴 黄皮弄个小眼睛 最后弄死就行了 女主爱好弄成金刚八笔 又丑又怪 同时力量玩暴男性 多么无懈可击 游戏出来后 美国媒体一致好评 废话谁敢说不好 政治正确你不要了 全球玩家自然造反了 除了美国人 谁他妈管你政治正不正确 去他妈的二代 NC上与媒体高峰的旁边 玩家们的低风评价 就显得很刺眼了 王皮狗声望经历的 这一招直线下滑 瓜哥美墨一 玩了十多遍有的 美墨二就打了一遍 游戏确实2比1更好玩了 但是这剧情和人物设计 只在是逼着玩家们 接受尼尔自大的概念灌输 逼着让你接受 这该死的政治正确 这一刻 瓜哥感受到了被侮辱 你以为你是谁啊 要不是瓜哥是数字吧 我肯定把光盘减了 瓜哥以前特别喜欢 玩皮狗的游戏 但是经历了二代后 除非尼尔滚蛋 不然对他们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只要还是他做主 玩皮狗以后的游戏 肯定也是这么政治正确 作为独立人格的玩家 玩这种游戏 无疑会显得很痛苦 最后 因为这是瓜哥第一次 做游戏工作室系列 试水下 很多地方肯定显得智能 仅多单待 但是花的精力 是其他视频一倍以上 光用的视频素材数量 就是其他视频的好几倍 你们喜欢这类视频的 请踊跃点赞 投币关注哦 之后瓜哥还会试水 制作人游戏主题系列 最后看几个视频的成绩 来决定下一个系列的方向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体何があったの